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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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 三星 好,要不要收?把紅包袋放進去 收到紅包袋? 要,要收 一定要收,但是呢,裡面 裡面,要不要放錢? 隨便,如果人家給你紅包袋裡面沒有錢 要收得很高興 隨便,如果那個紅包袋裡面有兩萬塊 高興 承喜 從隨便被承喜 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強迫 如果那個人是貧窮人家 你可以要求他拿紅包袋放一塊錢 因為,就不習慣那塊錢就好 你如果像我不care的 我連收紅包袋都不會收 如果那個人是 穷困的引進到就不掉手 或者,你care那個紅包袋 收到紅包袋放一塊錢 如果那個人是很亨壓的 要給你兩萬塊,你為什麼不收? 你不用良心過意不去 做那件衣生文那件事情 最少是三萬六 外面沒有人敢做的 不用嗎? 主要告訴各位觀念就是這樣 當那個人很樂意的給你錢的時候 給你紅包的時候 請你很樂意的收下來 你不願意去花這筆錢,沒關係 你再把他轉捐出去就好了 替他做也善事 你自己都很窮了 為什麼錢不收下來呢? 笨蛋 不要像我當初一樣 死骨不掛了 死都不收錢,我自己都快窮死了 不要再死骨不掛了 只要沒有違背良心就收了 不然你執意在做事 不收錢不收紅包呢 如果你自己餓死了 誰幫人 誰來替你幫助別人 對不對?所以這個觀念要改了 要改掉了 如果對方沒錢就不要強迫收 這個叫不到的 如果對方有的是錢給你錢 你就收吧 接下來第二件神奇的事 在過了將近一個月後 就發生了 一樣是顏小姐她的 因為那個時候 第二件事件是 我要去她那裡 又坐在辦公室前面 又聊天了對不對? 她說 班長,我有一個朋友 現在出車禍 那... 只有這麼簡短的訊息 一樣 老大說可不可以幫忙 可以幫忙 我又收到訊息可以幫忙了 這時候你要幫忙 怎麼幫人 你知道嗎? 可以幫忙 人家在802外 一人說是 不是嗎? 去找他 找感覺 怎麼幫 對,找感覺 老大說可以幫 那自然能幫 我做好人的事情 就好了 我怎麼幫 很簡單 眼睛閉上 眼睛就閉上了 然後不開的 眼睛一閉上 畫面就出來了 就畫面就出來了 老大 我知道老大在我旁邊 聽我形容的感覺 老大在我旁邊 他帶著我去一個地方 他帶著我去一個地方 看不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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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黑 可是看得到東西 很神奇 很黑 看得到東西 看得到城門 看得到路 但是很黑 知道老大在我旁邊 看不到老大 看得到什麼 不給我看 我只知道他是關於 你接這個 然後就這樣 就走走走 走到一個城門口 走到一個城門口 然後進去 要到那邊的時候 發現這邊 這裡是城門 對不對 這邊有一堆人在這裡 一堆人 然後我就直接進去了 我就知道他是一個城門 然後我就在城門口 把一個人叫出來 我那個時候也不認識張建老師 也不認識他老婆 我只知道有人叫出來 然後帶著他 往回走 往回走的時候 經過這一堆人 這一堆人 都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都是普通人 都是神明 這邊有一堆神明在那邊等 然後我就回來了 所以你插隊了 我就沒有講話 我也不告訴一個方位 我只告訴他 就是事後我才告訴他 就算我們沒有來救他也能活 我們沒有來救他也能活 因為這邊他 他老婆做很多工 這邊已經一堆神明在想要救他 就等他出來 但是老大就很厲害 直接進去 把人就帶出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一帶出來之後 接下來 他就說 他會醒 後來他就醒 然後我會知道 他告訴我說 之前 張建老師 他有在別的工 那個工的公主下去 也找不到人 那個工的公主的設備人 也在那個地方等他 不是找不到人 必須要等他出來 只有老大我直接全線把他帶出來 這樣 所以我說 不用下去就太安火 這樣 那這件事情 證明的一件事情 你老大 讓我更有自信 所以 只要老大願意幫的 老大說可以幫的 我再來我就不害怕 我的幫 這樣是重要的 更重要的 所以這個就叫說 地域就統修 跟祈禱發的故事 所以我也是由 不懂 然後沒有自信 慢慢慢慢變成有自信 所以各位在執事的過程中 你不必害怕 而且 你們現在都還是 都還是可以練習的 還是可以練習的 有沒有辦法注意 姿勻 麻香的時候 為什麼 粗的跟細的那一把 我挑細的那一把 第一次 第一次 他在練習 在練習你給他那麼大把 去傷到人家怎麼辦 所以 我們必須要 知道他在練習 當下就拿小把的給他練習 或許有一天 他就拿瓶瓶瓦來打把練 要聊一順 對啊 那個就是過程 我不會讓你動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